对面的鹰,小克关键方的虎 兄弟们,对战方应该是 本联的冠军队伍,曲谷孔苗 就这个月的武神团冠军 小克阵加上15的速度位 虎阵没有速度位,这样比赛关键方的这个速度 风吸速度肯定是丢了 两边都是点杀流 兄弟们,这场比赛应该会很极限 因为对面的指挥被称为点杀流之王 同阵容,非同阵型 关键方因为开了虎阵,没有速度位 刚比赛,全场第一个关键速度,关键方拿不到 风吸移速,抢无可抢 物理移速暂时在关键方手里 这个大藤速度显得比对面地府快 有可能三号位宝宝是浮云神马的 如果兄弟们,三号位童子是浮云神马的童子 那么这个童子在五回合之后失效以后 物理的速度在哪一边就不好说了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关键方大藤公斧的速度肯定不会比对面地府快 一赛两回合,对面点杀两次 这应该是三个宝宝开,否则不应该点这么凶 而主战方这边你们发现没有,在水流云爵 要比丹青没有领任务嘛 是的,我还没领啊,谢谢啊,提醒啊 我去领一下 这一波切神木灵没有切数据 我怀疑神木灵的话,要么就是切了耐属性 要么就是对面大藤公斧的状态还没有叠 更加趋向于后者吧 你说你让我怎么过吧 行不行 你说,你开口,你让我怎么过 五十四到了,我过了十六次 从三百天上了八百 有能力帮忙过的兄弟啊 可以过其中任何一个 一个任务的话大概八百块钱 过了以后的话我给您退六百 我的后台是四百块钱的 每个亏两百块去过 这几乎难下了 非常的恶心哎 难度从几何式增长 而我每天在这个月我只能去过 如果我不过不行 我只希望他不要再加一次难度了 从一百加成三百,从三百加成八百 那下一次呢,是一千五百吗 有能力帮忙过的兄弟们,你们可以过任何一个 因为这样你还可以刷财富等级 一个八百的财富等级刷出来 应该直接从零级能刷到六级 完事了,我给您退六百 杀哪个 刷八个旗舰 八个流光溢彩 或者是一百个招财 我也不认识这些礼物 兄弟们就妙笔丹青 有能力的大哥可以帮忙过一下 您刷八百我给您退六百 只能您花了两百就可以刷到八百的财富上去 还可以卡到红色吗 第五回合 开场曲夫孔庙那边打得明显更凶一些 这场比赛观战方是真的不能急 兄弟们 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急到的点 点杀流对点杀流 鹰克虎其实已经算大克了 兄弟们 鸟克虎就算极限大克 这是在阵型相同的情况下 出现的克阵 观战方他现在只能防点杀 女儿村的速度就不要去瞎想了 你防御位的女儿村 跟曲夫的15速度位的女儿村去抢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观战方指挥 他现在的助器应该是放在前期 对战方早期点杀的时候 那一波防点怎么打 以攻为手也不好使 对面指挥非常的聪明啊 他在进攻的过程中还给自己大唐起肚鞋 这就规避掉了观战方 去强行压大唐 来防点杀的一个操作 我现在暂时问题不大 点杀流这行 比赛在10个分额之内的话 他的面伤基本上是提不起来的 因为大唐官府这个门派的面伤能力为0 他不像尸陀和花果山一样 可以人物走面伤 单独神木灵的面伤是够不成崩盘威胁的 阮方换了阳护出来 让大死亡中了 兄弟们啊 换了一只阳护 大唐官府还剩三个回合大死亡 下一个回合就能触发雌星 归宿拉起来大唐 大唐去出宝宝 宝宝先拉齐了 如果对战方还要点大唐 让他点大唐官府去死 没关系 好 阮将方当前的点杀 防盗了啊 身上有肚竭 对面大唐动刀也不是特别疼 感觉这场比赛 对面扫神木灵的伤害 跟扫大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 预扰这边确保法系医术和物理医术 其他速度都可以不要 因为抢不过了 有向恶在 这个大死亡也是刚中的吗 幸亏是没死啊 这要是死了 打官家方 心态要炸裂了 杨虎刚刚叫了一只 刚刚叫了一只 你帮我过其中一个是吧 谢谢 谢谢 慢慢来吧 昨天 过了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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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对面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让花生死人心叠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 几方位置万一有防小死亡成功 人物倒地 一瞬间就可以享受一万的活血量的操作 这样比赛 主战方的指挥得想办法点女儿 这会非常的极端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抢一束了 用地府的爪子 流云凝制什么的都没有用 因为对面也有地府 对面也有流云和凝制 初始速度差了15%的情况下 关键方去拿很困难 那么你如果把对面的女儿村给点掉 关键方二束女儿村的环境 就会好太多太多 关键方所有的延长都得留给对面的女儿村 而取副口庙那边就不一样了 他手上拥有着女儿村一束 你真的点啥成功 女儿村冷起来就可以喝酒 而关键方不行 而对面的话连点女儿的意义都没有 价值都不需要 一束疯你二束 你女儿村就废了 点掉你的大唐 关键方啥动作都做不了 这是一把小克 被我称之为大克的原因 对面地府在动爪子 这个盒应该是有风 所以对面的速度很快 这是大同的化身技能 奇迹如风所带来的一个效果 遇到又补了一只地厅 比赛十六个回合还没有到 凌员没有刷新到两点 三只地厅这样子去叫 有点骗对面金兽云齿的意思 或者是骗对面的相似寒珍 没有骗出来 女儿村没有管你的地厅 给了孙玉弄影 如果对面仙鹿为主 跟我一样觉得是骗 那么这只地厅 对面应该没有办法防 没有金兽云齿防 地府的凌员是不可能 拿来丢金兽云齿的 他的凌员是要用来锁尸体的 所以这只地厅 对面没有防 大疼死了 应该是对面没有凌员可以防 在十六个回合之前 凌员没有更新 对面没有凌员可以防 地府的凌员舍不得用来防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花生 就是在比赛早期才有可能会出现的 就利用你的凌员比较少 第一只拿来骗 第二只拿来打一定的输出 我感觉 单凌员关键方加的还是比较少 其实你们比赛看多了会发现一个点 就是点杀流阵型和212阵型的区别 国标阵型他所能使用的笛子太少了 女儿村的女儿村可以加笛子 花生寺的凌员他可能要保留 尽量保留在逆风局的时候走缠住 地府的凌员需要用来锁尸体 领地厅他只能享受女儿村单面笛子罢了 而摩地厅的话他还可能享受到神木铃的笛子 大头的笛子也不能用 16个分号 关键方康地厅有效果 看这把点杀法系怎么样 取福口庙的点杀流跟鱼岛的点杀流的对决 应该可以代表目前梦幻系有最顶尖的水准 能点死 比赛第16个分号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第二场比赛了 第一场比赛关键方被希腊老街速推了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看到这场比赛能够打一波 能够打一波那个 能够打一波那个啥出来 能够打一波弹尽凉绝出来 然后直播间有个兄弟说了一句话 把我给破防了 你们看到没有他说了什么 他说 他说鱼岛顶尖点杀算了吧 其实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鱼岛的指挥打点杀流的时候的个人能力 跟他的212比还是有所欠去 对面在小蛇目里的情况下走点杀 点了一口小四海 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 避雷没有根 这场比赛关键方地听叫的比对面频繁多了 一般女儿风化生死都要岁月弄影 好地听直接被封掉 关键方继续送给对面 第一次浪费了 对面以防万一还是丢了尺子那应该不亏 假设关键方这边敌不佳的话 地听送一只换对面化生死的尺子 换化生死身上的唯一灵源 关键方绝对是赚的 不过他也消耗了关键方女儿身身上的唯一灵源 那就算不上赚了 给了破血 地听出不了手 对面女儿圈死不了 法系还秒到了三千多 地听出手 女儿圈死了 这场比赛关键方和对战方的一个形式 他可能会因为一个回合就出现顺和逆的一个扭转 尤其是关键方的指挥 在打对面这种指挥的情况下 一定要小心 然后第十九个回合 对面烧青青 刚刚关键方地听过去 神不灵现在被封 给关键方淋下来的心腹大患 仍然是对面的女儿圈 兄弟们 这场比赛 于到这边如果不切化生死的情况下 先看这当前点大藤吧 还行啊 物理速度在大和不必的伤害出来了 如果不去点化生的话 关键方有一定可能性啊 会有神木灵加笛子 给丽皮华山宝宝切女儿圈的操作 但这个操作的话 有一个基于前提 前提就是关键方大通关府是 不能够把女儿圈扫得很疼的情况下 如果女儿圈扫得很疼 关键方就不需要力劈来加伤害 扫女儿圈扫的洞 直接扫死就可以了 二十个回合 两边互相点杀了很多次 我们又进下地府的灵源 我这场比赛刚开始解说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 于到的地府的这个灵源 它是不能去用的 不能去乱用 所大堂关府的效果都没有所女儿圈好 那既然对战方要打针 可以 让你打 关键方地府灵源用不出来 复活命苦的锁尸体 不锁你的大堂 等到那一波 切死女儿圈的时候 挂中小死亡的时候 地府会把所有的灵源 全部都用给女儿 这样子延长回合 加上小死亡原先带的回合 对位女儿圈 就会有将近八到十个回合起不来 主将可以拿八到十个回合的一锁 那一波就是取福孔庙的噩梦 我相信这场比赛的发展 也应该是这样发展才对 在这个过程中 关键方自己打疼不容死 小死亡因为有相似含症的关系 没有挂中 就是再打一个回合差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22个回合跟23个回合点杀 是不一样的 这就能理解 关键方打疼的这个刀啊 这个扇子 这场比赛的伤害 骨头位非常的足 女儿圈都是空切的 这就可以为什么理解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就理解 为什么关键方的指挥 会让地府顶着针去挂小死亡 这跟地府的固魂命谱有关系 22回合到24个回合之间 关键方23个回合地府去使用灵源的情况下 他使用的是单灵源的技能 锁势可以锁两回合 但是他如果到24个回合了 他的灵源叠加到3点 那么他会一次性使用掉3点灵源 琐事的回合不是6回合 是4回合 一旦叠到3点 那么小死亡琐事回合 按单体灵源点计算的话 会少两个回合 第23回合 对面女儿圈要喝酒了 关键方要小心 我见过时 见过曲夫狗喵很多次点杀 都是用残洗大藤来点的 他很有可能女儿圈起来喝品酒 配合一个抗风精心挂小死亡 大藤断虫巨剑 神木林荆棘武 让你的大藤官府死 关键方好像守了一次尸 假设这个时候 曲夫那边能有一波 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操作出来 关键方大藤官府伤害这么高 断虫家乡经济武 一定能补死 小死亡挂中 比赛关键方所有的攻势 全部断掉 刚刚守过一次尸 对面得考虑 用更慢的宝宝去拉尸体 这大藤 身上应该没有几层漫天吧 几层漫天 他身上还没有漫天花雨 兄弟们 就一个亡良追魂的状态 6%的误伤加持 一个魔镜激发 这场比赛关键方大藤这个伤害 逼对面 无限压大藤踩队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强行露一波大藤点杀出来 给误环防小死亡 杜杰精神保神木林 你怕都疯了吧 是因为大藤踩轮子 对面怕关键方卫武龙丹 所以 好吧 没有所以 反正地府舔了 大藤千万不要扫 刷了一个小剑 不是大剑吧 刷的是大剑 亏了 刷给女儿村干嘛 这女儿村是全场二宿 为什么说亏了 因为对面地府舔了 地府小死亡没有挂出来 肯定是大亏特亏的 而且关键方女儿不是一宿 现在对于你威胁最大的位置 是这个虎头位的大可不必 我都怀疑关键方有空切化生死的能力 好 对面太了 误魂给大藤 关键方再加魔镜 小死亡先给神木林 这个血量碰一下就死 诶 这个五龙单位的不错 可能也只让自己碰一下就死了 防了一手小死亡 防到了 我们关心一下对面女儿村起来的环境 起来之后可以继续过去 反正现在他如果选择点女儿村 就对面那边选择点女儿村 但我们现在这个视角来看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肯定是要把大藤官府给他露死的 然后化生也露自己 还把自己露了一下 减低了抗讯 点化生了 如果这场比赛化生死死 比赛结束的话 刚刚曲副选择点女儿村 将会是最大的败笔 但农官府用的是剑还好 剑的话顶贴了9500 杀一个固定伤害 横扫千军就说不定了 扭无魂防掉了禁忌武的补刀 对面化生死保住 这两回对面只会 教我们怎么防点杀 我都什么时候直播 好久都没有看见我了 这个群已经弄起来 差不多七天了 在群里你就知道 我什么时候开播了 也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 第二十八回合 就是之前很多兄弟跟我讲 希望你请下的时候 你稍微通知一下我 我当时就在想我怎么控制你 隔空隔意念告诉你 我晚上不来嘛 有了这个群之后 就不怕了 规战方大方官府 其实刚刚用断穹巨剑的效果 感觉上是不如用横扫千军的 我觉得用横扫 化生死都有可能被你扫死 要相信自己大方官府的伤害 好化生死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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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儿说还是全场的二宿 关键方大方官府的刀 如果生瘦了 如果砍不动 你也就算了 刀刀都致命 为什么会放人 这个大堂干着呢 取福孔道的女儿 虽有刺行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现在要走刺还是走金的 不知道 走刺行就是专门拉化生 对面喝了酒啥都不走 给了个相思含症 其实这一会儿你不打针也没关系 关键方地府是不敢去锁尸体的 不敢去挂小死亡的 因为他怕你精轻抗风 好 对面轮到对面现在叫地厅来拖缓节奏 那主战方这个时候 大方官府的一个保护措施 肯定会比刚刚要强 当你比赛只有一条路线可以走的时候 当你比赛只能选择点大堂的时候 那么在点大堂过程中 就会遇到重重的困难 你有选择性的 有选择的话 就会稍微好一些 这把磁王化生死人心不用散 洗澡的小死亡 顶着针挂重了 对一个回合余岛是既防了对面的地厅 而且还把自己的攻势没有严缓 把对面这样的队伍 关键方点杀力应该会有很多的性格 你说咱们把对面夸上了天 捧上了天 玩上了这场比赛 对面有风气一速的情况下 被关键方这样打 万一真的推掉的话 你们会怎么想 既然至少对面女儿村有磁王 一般带磁王没有女儿村 她身上会带六瓶酒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面女儿村还要打这门 不敢打了 提指人 宝宝还没有叫出来 对面地府也要叫丑 她现在得祈祷 女儿村不要中小死亡倒地 中了比赛就结束了 对这场比赛我感觉变数最大的 就是关键方这个大堂了 打出来伤害有一些 过于高于平均标准了 给女儿有盾祈祷4600 我是对面指挥 我掉头就跑了 谁跟你玩啊 是不是这么聊 如果你的队伍里 碰到点沙流 对手的大方官府是这样子的 你就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把大方官府给干死 第二个办法掉头就跑 因为大方不死 你没有生存的环境 好对面女儿村至少是可以起来的 看一下女儿村那瓶酒 能不能有效果 无间地狱是为了防死亡 人物倒地 会有一个大死亡的状态 虽然只持续两回合 但是你少化生死的情况下 吸不走 女儿村瓷狼拉不出来大死亡 如果吸走了也没关系 你化生死永久都起不来了 你女儿村瓷狼也没有用 你吸一个就变成五回合大死 吸一个就变成五回合大死 你化生死身上都有几回合大死亡的 你精心觉就解不了大死亡 身回合大死亡 你女儿村起来瓷狼都不好使了 比赛第34回合 今天遇到的第二场比赛 打得非常的好看 说个门啊 杜杰精神保罗地听Boss 还是一阵魔地听 有感知吗 有鬼眼 秒出去比赛结束了 当对面宝宝神有五次吧 都结束了 神有了一次了 好 看来也不像